这期视频内容较长,大部分都是我在嗶嗶叨道可选择时间点进行观看。 其中呢,它这里有包括一些冰箱、甘草、莲籽粉、药食量用的食物含有禁药的成分,所以我们在用药啊或者做食谱的时候要注意,不可以有这些食物的摄取。 那么肉类呢,就是猪、牛、羊肉,就是火鬼啊、骨菜肉啊,只要跟肉类有关系的,我们都不可以在外面就餐。 我们体育总局是有自己的牧场养猪肉、牛肉。 然后当时我在国家队训练的时候,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工作站、工作站等工作人员都会在体育总局购买一些猪肉、牛肉之后能煲汤作为一些科目的补充。 所以我们在吃肉这方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,因为对于体操这个运动项目来说,我们不需要在比赛场上特别的兴奋, 我们只会存在物负。 2000年那个女子全能冠军都蛮压的吧。 她当时拿了全能冠军,但是后来尿检就是因为她之前有一点点发酵的症状,对于给她吃了一颗退烧药, 然后有进药成分她就被取消了冠军。 所以这个事情还是特别的可惜。 那体操运动员最主要的就是注意在备赞训练的过程中,如果有外出吃东西的这个约会一定要注意。 不可以吃猪肉、牛肉、羊肉。 我们如果要外出就餐的话,只能选择海鲜类这样的一样的保障的安全。 而且我们在参加完世界大赛啊,在世界比如说国际体验有了我们的名单以后, 那本性温情组织,她就可以随时过来早上六点钟或者更早摁你的公寓的门铃,摁醒了,你就可以准备下了尿检。 所以尿检是随时要检查的,不是说我会提前告诉你三个月以后我来尿检。 你吃东西注意,不是的。 我们随时随意都要准备尿检。 我当时08年被抽尿检抽的特别多。 因为我08年时期特别瘦,瘦的就是那个肌肉的那个线条都特别明显嘛。 然后我教练跟我看完,他说是不是人家看你? No,Masho! 然后又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力量去做这些动作,所以老要充你了解。 然后是不是浮用兴奋剂了呀? 所以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,他在整个运动生涯,我们不仅仅是观众、粉丝、群众们看到的锻炼身体。 他很多是对意志的锻炼,他还要舍弃美食对你的诱惑。 然后比如说我们那伙是小运动员,还好一点。 其实一方面是注意体重,注意不要误服禁药。 然后其他就保证身体的情况配合这样的计划。 这样子训练还是会比较顺利的。 好了,这就大概是我们职业运动员进食食物的一期。 希望让太凶更多运动员。